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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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掌握整个投票流程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 那也提供给我们的选务人员 在发现有异常的情况之下 他们能够有所应验 能够适度的来做一些调整 因为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已经先模拟过了 所以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时间 因为选举的时候 可能发生的状况会非常的多 会非常的多 其实我们到 当然你这个投票过程时间的一个掌握 是重点之一 但是如果违背了 或者有异常状况的时候 如何的去因应 采取应变的措施 这个才是我们演习最重要的点 因为像这不是内部模拟的说 两分十秒就可以完成了 去年的情况 可能跟今年不大一样 因为去年是除了九合一的选举之外 还并公投一起来举行 那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 一个选举的活动了 所以说在整个筹备的过程里面 也许有势力未周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来 不断的透过检讨 以及演习来改进的地方 部分 在连署的部分是 现在已经进入连署期间了 连署的期间是到11月2号 到11月2号截止 11月2号截止之后 我们必须要进行这个审核查队 在审核查队之后 我们才会正式的这个公告 那登记是会在11月18 到11月22期间 包括连署的 包括政党推荐的 都会在这个时间里面正式的登记